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继续来看这个CatsMate 这个时尚精品女神最爱系列的其他的这种图案款式 它一样是3.6米高防摔 然后它是强力磁吸 它的一些防摔跟涂层 还有镜头都保护都是非常的好 然后它这一个的图案呢 我们先拿出来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盒子还有这样一点一点的 它这个叫什么名字啊,我看一下 它叫做Waterfall亮粉瀑布绚丽粉 有一点这个紫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盒子里面这个也是非常的漂亮 好像有那种雷射设在这个盒子里面 好,然后这个保护壳呢 我先看一下 哇,它的这个背板它是这种流沙的耶 会这样流来流去的 那这个质感也是非常好 这个应该蛮适合女生爱闪亮的 所以我觉得CatsMate这一系列的 我觉得它是比较属于夸张型的 就是你希望保护壳买这种透明壳 你就是不要那么单调的话 这一系列真的有非常多可以选择 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新纱呢 是有点这种紫色的 紫色跟亮这个银色 所以呢,你除了有这种紫色亮影 它还会有一种这种像我们那个 幻彩泡泡一样的那种闪亮的感觉 即使我现在在照 我那个墙面一样都是很亮 就是有一个闪亮的东西在那边一直发光 这个会闪到眼睛 如果你喜欢去派对啊 或者夜间的夜生活啦 或一些什么DJ的 这个一定是很漂亮 然后它的这个MagSafe也是这样子炫彩的 重点是它还有这种流沙这样可以这样流动的 就这个的变化性又会更多 然后它这个壳呢 其实跟前面几款的都是类似的 它的这个背板呢 你只要里面有东西了 它背板就比较厚 所以我这个摸起来 显然会比那个幻彩泡泡再重一点点 但是它应该是为了要做这个里面的这个图案 其他的地方都是很漂亮 就是素素的 然后它的按钮呢 这一款的话它不是独立按键 它是割两刀的按键 不过应该也是会蛮好按的 其他这个干干净净的就是我非常喜欢 然后我再摸呢 它这一款的这个刮手感呢 非常低 我是觉得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它这一系列的这个手感都是非常非常好耶 就是说你现在在找那种旁边是TPU 后面是硬背版PC的这种保护壳 我觉得CASMADE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只是说它现在这一次的是挖孔的 但是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 旁边的这个边缘呢 是比较柔软的 跟前几款都一样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设计啦 在按压或者在接触的话 就会比较舒服 而且它的边是比较薄 不会那么明显说不舒服 那我们来测一下它的重量 68.2 那可能就是稍微重了一点 应该是在于说它的这个里面呢 它还有加入这个流子的像这种新纱 应该有装一些液体或什么的 不过整体非常漂亮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保护壳给它装上去 安装其实也算好安装 然后它最漂亮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边很服贴以外呢 它的这个外框的部分也是有高于荧幕 我有贴小好的保护贴 然后也不会去卡壳 上方喇叭也有一个开孔 正面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虽然它不是独立按键 但是画两刀的这个处理方式还是非常好按的 底面的话呢 开孔就是4,6K不规则的很美观 充电线的部分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充电孔 然后最大的关键应该就是这一个照相按键了 它的这个边呢 其实是比较薄的 而且它是这种软的TPU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按压呢 比我想象中的好非常多 就是说你在按压的时候 第一个不会痛 再也就是说操作的话 因为它的这个轻薄 不会让你感觉这个落差很大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相机按键 如果以说有这种洞的这种保护壳 我是可以去接受的 做的蛮不错的啦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 然后我有贴小好的镜头贴 它也是没有超过这个镜头框的 相容性也是蛮高的 另外MagSafe呢 我们来测一下 它的MagSafe呢 也是蛮强的喔 1.75倍到2倍的吸力 这一款明显比上一款的磁吸更强 所以是可以的喔 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是觉得 CASMADE的这一个系列 整体的感觉真的是握感都是非常好 而且很美观 按钮又好按磁吸又强 那顶多就是说 它的这个照相 如果能做出一个实体按键的话 我相信它还可以吊打很多的壳 只是说它现在没有的话 如果你在寻找说有这个洞的 因为你们有一些这个很漂亮的壳 它厂商出来就是没有做按键啦 那如果你现在是在找说 那我要很漂亮 但是这个按键不要太难按的 我相信CASMADE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话 我相信这种的变化性 对你们而言会更讨喜 那男孩子其实也可以使用啊 因为我觉得是蛮酷炫的 就不会说一般的这种透明的 TPU的壳就比较没有变化 好那今天自己叫这楼 希望大家会有帮助